受苦劫灵修第一章 受难的仆人 以赛亚书53章1-12节 比尔海波斯提到过一个特定的印第安人部落 他们曾经遭受严重的干旱 食物匮乏 部落成员开始为了生存而互相偷窃 首领知道那样做将带来部落的灭亡 因此他颁布了一项法律 下一个偷窃被抓的人将被带到村子的中心 被绑在一根柱子上当众鞭打 第二天 小偷果然被抓住了 大家都来看看是谁 并且要目睹惩罚 令所有人震惊的是 那个小偷原来是首领的亲生母亲 他打算怎么做呢 他是个好首领 不能漠视他前一天所颁布的法律 他必须公正 但是悲伤的是 这个小偷竟然是他的母亲 他的年纪已经大了 身体又虚弱 鞭打很可能会把他杀死 他很爱他的母亲 怎么能让他受苦呢 你认为他会怎么做呢 是他的爱还是他的正义会胜利呢 结果他是这样行的 母亲的手腕被绑在柱子上 这样鞭打就可以开始了 他招呼柜子手上前来 手拿鞭子 但在他下令开始前 他自己站在他的妈妈和柜子手之间 他伸展自己宽阔的肩膀 挡在他虚弱的背部前面 使他的身体完全处在他的保护之下 然后命令刑罚开始执行 当鞭子的绳索落下 就落在首领的身上 他承担了母亲刑罚的全部冲击 在那一幕中 他不仅是在执行刑罚 而且是通过自己受苦来彰显爱 经过《使徒行传》八章三十二节的认证 圣经中介绍弥赛亚耶稣最激动人心 令人瞩目 又令人震惊的方式 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弥赛亚同时是弱势的 也是得胜的 是无助的 也是掌权的 是被凌辱的 也是凯旋的 正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所说 基督是受苦的仆人 是神的羔羊 又如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所说 他是无瑕疵 无玷污的羔羊 这段经文是诗歌文学 是预言文学 也是旧约文学的里程碑 这三部分可以由主的名字和工作来介绍 分别是在第一节 第六节和第十节 神的旨意和智慧 是怎样在耶稣的受苦中显现的呢 是什么促使耶稣为人类受苦受难呢 他的受苦对我们又有什么意思呢 第一 让亲爱的羔羊吸引你 Be drawn to the dear lamb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耶和华的臂膀向谁显露呢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 像根出于干地 他无家形美容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眼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以赛亚书53章1到12节 以下是我总结的不同宗教如何看待苦难的观点 印度教徒认为苦难是自作自受和罪有应得 是从过去的不端行为形成的结果 为了避免痛苦 佛教徒否定自己 征服依恋的人 事物 感情和欲望 穆斯林则要求服从阿拉对人类天命或命运 对此消极被动和沉默的回应 基督徒视苦难为不顺服神的结果 但耶稣是神的赎罪季 担当了人类的罪恶 因此有句话说 耶稣来是替我们偿还一笔 我们无能力偿还的债 然而这项债务并非主耶稣自己欠下的 Jesus came to pay a debt He didn't owe Because we owed a debt We couldn't pay 在第一节经文中 有一个神秘的人物等待着被显露 显露这个词在创世纪35章第7节中翻译成显现 在出埃及记20章26节中翻译成露出 民述记22章31节中翻译成明亮 而以斯帖记3章14节中则翻译成宣告 这位主角等待着被读者接纳 接受和承认 在第二节的原文中有三个无 无加形 无美容和无美貌 第一个加形指的是结构 第二个美容指的是特质含义 比如恩宠 荣誉和抬举 第三美貌则指的是相貌 容貌和面容 而第二节中的羡慕这个词 在创世纪2章9节中翻译为乐人的 创世纪3章6节中翻译成可喜爱的 出埃及记20章17节中翻译成贪恋 但以理书9章23节则翻译成大蒙倦爱 没有人接纳他羡慕他的情形 或许象征着被迫害的图画 而第三第四节则重复了三个词 痛苦忧患和尊重 痛苦是负数忧患是单数 痛苦是忧愁疼痛和悲伤 而忧患在生命纪7章15节中翻译成病症 在猎王纪下8章8节中翻译成病 痛苦是在心里的 但忧患是在健康中 第三节经文中的两个主要动词是 长经和尊重 长经忧患在新一本圣经中被翻译为 熟悉病患的人 也就是对悲痛的认识 第三节中的尊重 意味着认为 算是 或是视为 第一重意思是指到他的经历 长经忧患 另一种则是出于别人的推测 这里提到三种形成对比的关系 第一种专注于他自己 而第二种着重于他与别人的关系 第三种则把重点放在他和神的关系上 第三节中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 说的是他自己 而第三节中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 眼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说到的是他与别人的关系 第四节中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说的是他自己 而第四节中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苦待了 说到的是他与神的关系 最后以神的惩罚 谴责和批评来结束 这是最重的 最高的 以及最卑下的惩罚 除了被人鄙视和忽视的情况以外 他还被神诅咒了 而在第二到第七节 他和我们的关系 是显明的 第二节提到 他在耶和华面前 生长如嫩芽 像根出于干地 他无家形美容 而第二节也提到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也无美貌 使我们羡慕他 这里的意义是 我们远离了他 被分离 第三节提到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 眼面不看的一样 而在同一节经文中 也提到 我们也不尊重他 这里的意义是 我们忽略了他 而他被我们轻视 第四节中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同一节经文也提到了 我们却以为 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苦待了 这里的意义是 我们扭曲了他 认为他受责罚 第五节中提到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同一节经文中也说到了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这里的意义是 我们发现了他的牺牲 第四节中的主要动词是 担当 背负和以为 担当这个词 在创世纪四章十三节中 被翻译成当 创世纪十三章十节中 被翻译成举 创世纪四十六章五节中 翻译成使 而承担或者背负这个词 也有负债 重担的意思 这里说到 他举起 减轻 减弱了我们的重担 第五节中 受害和压伤 指的是 他被污秽和粉碎的分别 受害 经常被翻译成污秽 如创世纪四十九章四节 或者翻译成 亵渎 例如历位记十八章二十一节 又可以翻译成侮辱 正如 以赛亚书二十三章九节 而压伤 在约伯纪十九章第二节中 被翻译成压碎 在诗篇一百四十三章三节中 被翻译成打倒 前者是在宗教和道德上 而后者则是在身体和肉体上 然而更主要的动词是 医治 Rafa 这个词在创世纪五十章二节中 被翻译为医生 在猎王纪上十八章三十节中 被翻译成重修 在约伯纪五章十八节中 翻译成医治 在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六节中 翻译成治疗 这个词的含义 超过了疾病和物理上的医治 在圣经的其他用途 还包括医治人的心灵 正如诗篇四十一篇四节 诗篇一百四十七篇三节 萨加利亚书十一章十六节 这两处提到医治受伤的心 而在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六节 耶利米书三十章十七节中 则提到医治伤痕 耶利米书六章十四节 提到医治损伤 和西阿书十四章四节 则提到了医治被盗 而在这一章经文的上下文中 则是医治我们 正如第四节中的 医治我们的忧患 我们的痛苦 第五节中的 医治我们的过犯 我们的罪孽 我们的平安 第二 让带死的羔羊拯救你 Be delivered by the dying lamb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的身上 他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因受欺压和审判 他被夺去 至于他同事的人 谁想他受鞭打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他虽然未行强暴 口中也没有诡诈 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 谁知死的时候 与财主同葬 以赛亚书53章6到9节 在一个父亲过世之后 他的女儿试图说服他80岁的母亲 搬进来和他一起住 但是老太太很坚定 她说不许 万万不可 我总是说 我不想和我的孩子住在一起 我见过这种情况 有太多的问题 这位年轻的女士说 是的妈妈 但是你不一样 我知道 他的母亲回答 但是你一样 第六节中的原文 有两个都 也就是没有豁免 没有免除 没有例外 第七节到第九节 则描绘他死亡的情况和原因 描绘了之前 期间和之后的情形 第六节讲到了 他死亡之前的情形 经文中走迷这个词 在创世纪20章13节中 翻译成漂流 在出埃及记 23章四节中 翻译为迷失了路 在猎王记下 21章九节 以及历代志下 33章九节中 被翻译成引诱 约伯记12章25节 翻译成东倒西歪 约伯记15章31节 翻译成七红 以赛亚书28章6节 则翻译为偏行 这个词原本的意思是 转世 转脸或转头 第六节提到了 走迷的过程和后果 首先提到了方向 再次提到的是 祸患 而最后提到的是 解救 第六节中的 龟是一种罕见 和比较轻的翻译 它通常的意思是 降 强迫 摆上 或者置放在一个人的身上 通常也伴随着 暴力和残暴 同一个词也出现在 出埃及记5章3节 诗诗记8章21节 萨姆尔记上 22章17节 萨姆尔记下 1章15节 猎王记上 2章25节 而经文第七节 提到的死亡期间 出现了中性的羊 这个词 年轻的羔羊 以及磁性的绵羊 这三个词 第七节中的 五个主要的动词 是被欺压 开 被迁 无声 以及开 欺压这个词 在出埃及记 三章七节中 被翻译为 都功 生命记 15章三节 翻译成追讨 萨姆尔记上 13章六节 翻译为痛苦 而第七节中 两次出现的 不开口中的开 在以赛亚书 五章二十七节中 也可以翻译为 放松 以赛亚书 三十五章五节中 则翻译为 开通 第七节中的 被迁 这个词 在约伯纪 十章十九节 翻译为 被诵 约伯纪 二十一章三十节 翻译为 得逃脱 以赛亚书 五十五章十二节 则翻译为 蒙引导 第七节中的 无声 是一个动词 在创世纪 三十七章七节中 翻译为 捆 在诗篇 三十九篇 二节中 则翻译为 默然 这五个动词 在英文中 可以分别翻译成 五个C开头的 英文单词 cruty call carried calm 和cry 第八节 描述到死亡之后的情形 其中的三个动词是 被夺去 想 以及 剪除 第八节中的 剪除 这个词在 列王纪上 三章二十五节中 被翻译为 批 列王纪下 六章四节中 翻译成 砍伐 而以赛亚书 九章二十节中 则翻译为 抢夺 耶稣的死是 可怕的 丑陋的 以及可憎的 是充满仇恨的 暴虐的 无情的 以上三个动词 在英文中 同样可以被翻译为 三个C开头的 英文单词 被夺去 意味着被捕 caught 想 意味着申诉 complain 剪除 则意味着完成 complete 从第六到第九节的 经文中 我们可以绘制出 一个整体的画面 第六节说到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耶和华使我们 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这里说的是 主替我们背负 第七节中说到 他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 却不开口 他像羊羔 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 在剪毛的人 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 不开口 这里描绘的情形是 羊被剪毛者 屠杀 第八节中说到 因受欺压和审判 他被夺去 至于他同事的人 谁想他受鞭打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这里描绘的画面是 主替代我百姓 而第九节中 提到他虽然 他虽然未行强暴 口中也没有诡诈 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 谁知死的时候 与财主同葬 这里描绘的情形是 他的死是受到羞辱 第三 让圣洁的羔羊主宰你 be devoted to the divine lamb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 使他受痛苦 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 他必看见后裔 并且延长年日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 必在他手中哼通 他必看见自己 劳苦的功效 便心满意足 有许多人 因认识我的义仆 得称为义 并且 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所以 我要使他与卫大的同分 与强盛的均分卤物 因为他将命倾倒 以至于死 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 他却担当多人的罪 又为罪犯代求 以赛亚书53章10到12节 有一个人他有四个儿子 他希望他的儿子学会 不要太快的去论断事物 于是他派他们各自去寻找 依次去看一颗 距离很远的梨树 第一个儿子是在冬天去看的 第二个则是在春天 第三个在夏天 而最小的儿子则是在秋天 当他们都走了回来 那个人召聚他们在一起 请他们描述他们所看到的 第一个儿子说 那棵梨树很丑 弯曲又扭曲 第二个儿子说不 上面满是绿色的嫩芽 充满了生机 第三个儿子不同意 他说梨树满是香花 芬芳富裕 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美好的东西 而最后一个儿子不同意他们以上所有人的说法 他说梨树纯果满枝 生机盎然 朔果累累 那个人向儿子们解释说 他们都是对的 因为他们每个人在树上都只看到了一个季节 他告诉他们 不能仅凭一个季节来判断一棵树或是一个人 而他们的本质 生命中的快乐 喜悦和爱 只能在所有的季节结束的时候才能衡量 如果你们在冬天放弃 那么你们将错过春衣盎然 下花争燕和秋实累累 第十节中的主要动词有 定义 使受痛苦 已 看见 延长 以及亨通 这五个动词在英文中可以翻译成五个以S开头的单词 分别是 satisfaction 满足 suffering 受苦 sacrifice 牺牲 seed 后裔 stay 停留 以及 succeed 成就 也可以翻译成五个以字母P开头的英文单词 分别是 pleased 喜悦 punishment 惩罚 propitiation 赎罪记 posterity 后四 permanence 永久 以及proven 证实 第十节中的定义 在创世纪三十四章十九节中翻译为喜爱 生命纪二十五章八节中翻译为喜悦 诗事纪十三章二十三节中翻译为药 撒姆尔记下二十章十一节中翻译成喜悦 第十节的第一个动词定义喜悦是这一节经文的重点 因为诗歌以定义喜悦的名词形式为结尾 这是耶和华对他仆人的顺服服饰以及无私的喜悦 而第十节经文中的使受痛苦这个词 原文的意思要更加严重 它的重点是结果 在《诗事纪》十六章七节中翻译为软弱 《撒姆尔记上十九章十四节中翻译为病了》 《猎王记上二十二章三十四节》翻译为受了重伤 《耶利米书十章十九节》翻译为极其重大 同一节经文中的延长这个词 在《民数记》九章十九节中翻译为停留 在《生命记》二十五章十五节中翻译为长久 在《诗事纪》二章七节中翻译为还在 在《真言十九章十一节》中翻译为不轻易 而这一节经文中的亨通这个动词 意思是被证实的 昌盛的 以及卓越的 第十一节中的四个主要动词是 看见 心满意足 得称为意 以及担当 第十一节增加了他们的这个词 所以这一节的经文不再只针对那个人 也就是之前经文章节中提到的那个 第三人称单数的他 我的仆人这个名称在以赛亚书中出现了十五次 其中十一次仆人有命名 例如指以赛亚 大魏或者雅各 但是仅仅有四次 只单单提到了我的仆人 后面没有命名 分别出现在以赛亚书的四十二章一节 十九节 四十三章的十节 四十九章的第六节 指的是弥赛亚 以及我的义仆 他不仅是我的仆人 而且是我的义仆 因为他会令许多有罪孽 过犯和作恶的人得称为义 或者称义 这个动词形式来自义的名词 十一节中许多人和罪孽 包括了他们的罪孽 我们的罪孽 也包括我们众人的罪孽 过犯 包括了第五节提到的我们的过犯 和第八节提到的我百姓的过犯 这里的罪 指的则是十二节中提到的多人的罪 这里的罪孽 过犯 罪 全部都是复述的 突出的 也是故意的 罪在原文中分别用三个字来形容 第一个是peshar 意思是不顺服 不顺从 在第五节和第八节中翻译为名词的过犯 而在十二节中两次翻译成动词的过犯 第二个词是avon 意思是恶行 不道德 在第五 第六 第十一节中翻译成罪孽 第三个词是chat 意思是毁坏 伤害 在第十二节中翻译为罪 在创世纪四十一章九节中也翻译为罪 而在传道书第十章第四节中则翻译为过 第十二节有两个重复的词 分别是分和犯罪 以及五个主要的动词 分别是分出现了两次 倾倒 贝裂 担当和代求 所有的动词都描述人 分别描述伟大的人 强盛的人 他 多人 以及罪犯 这一节经文中还出现了两个多 分别翻译成大和多 而最后一节也就是这一节的经文 也是以罪犯结束的 这里的罪犯是人 而不是罪过 跟在这几个动词后面的宾语 在英文中可以翻译为六个 以G开头的英文单词 分别是 结语 纵使我们面对困难和痛苦 圣经罗马书八章十八节告诉我们 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又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所说 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又如彼得前书五章一节所说 做基督受苦的见证 也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 你是否把耶稣基督和他的道当作可耻的呢 你是否以福音和为我们的主 做见证为耻呢 你知道他为你而死 是为了救你从死亡到永生 从黑暗到光明 从罪的奴隶到义的奴仆吗 灵修默想 主曾为我们受苦 这是无理的 他本不应该被盯 但他却甘愿顺服 我们也要学主 甘愿为他的缘故受冤受苦 我们做基督徒是命定了要受诸般的苦难 但求主帮助我们 可以叫我们不知动摇 须知 神赐下基督救我们 他所受的苦难更大 我们难道不应该以为他受苦为荣吗 求主帮助我 好叫我在苦难中不知动摇 反能更爱主 神安排世事都有一个定期 我们无论是否在患难当中 都要有持久的信心 不可绝望 因为到了时候 主必定会照所应许的而做 父啊 今天我不在苦难中 但以后若我在苦难中的日子到了 也求你不叫我们绝望 信心动摇